位于于兰兰县袁山乡的盛阳水草休闲农场 是台湾最大的水草文创基地与水草生态教育园区 水草田里生机无限 宏观水基悠游其中 白鹿自在逍遥 这座水族界知名的水草农场 利用自然泳泉培育出来的水生植物 多达四百多种行销国内外 清水泥外观的水草博物馆里面 保存了不少台湾罕见或即将灭绝的水草物种 譬如唯一会沉入水里的浮瓶品瓶 会吃昆虫的水草 鲤藻 保育类的水生植物 台湾水酒等等 还有一些水草是可以吃的 像是水薄荷 红花紫苏 以及大叶甜香等 其中红花紫苏更是香名远过 被法国籍西餐师傅发现香甜入味可入菜 亲自找上门来 除了把水草变成美味的佳肴之外 农场还研发出多种文创商品 譬如很受欢迎的水草吊灯 新研发的分离给水盆栽 会自动给水补水的盆栽 则让你不必担心会忘了浇水 另外 这种触碰式的水草灯 采用USB电脑用插头 随时充电美化环境 水草一直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我们知道水草对环境 对生态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也一直朝文创跟教育 这两方面去发展 那再来就是在外销的部分 我们会持续扩大外销的这个层面 因为其实毕竟 我们国内的市场毕竟还是小了 那相对外销 农场主人也发挥创意 利用当地的漂流木废物利用 朽木雕成高附加价值的钢笔 希望重现蓝阳钢笔产业风华 因为有了创意与教育环保的思维 不起眼的水草变得商机无限 充满了趣味